你是怎么想的 我知道 今天是我做的不对 可我就是害怕 你怕什么 这日子一天天都过去了 就是这么一直拖着 我怕你不要我了 我怕孩子没有爸爸 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 你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我呢 我不是不信任你 是安心他有一半的财产 这得是多少钱呀 这公司是你一手打拼下来的 他凭什么下收那么多战利品 不 就即便战利品不给他 也应该是我的 对不对 是你的 可我就是不想让你吃亏 你是不想让他吃亏 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吃亏 我错了吗 我肚子里的孩子姓姜啊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没关系 可你不能不为我们肚子里的孩子 考虑吧 你想过没有 我怎么可能让你和孩子吃亏呢 会吗 会吗 我会 可是我就是 行了 别说了 我来找你谈 就是要认真地告诉你 这件事情你不要再擦手了 我会用我的方式解决它的 好吗 好 离婚协议书一试两分 也已经寄给了姜洪凯 你收集的那些证据已经足够了 姜洪凯婚内出轨 还要同非法定妻子生下孩子 他的这些行为 已经严重地违反了 五国婚姻法中规定的 夫妻互相忠诚的义务 女方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愿意同南方和平分手协议离婚 女方要求资产平分 这包括南方银行账户下的现金 以及股权资产 另外柳青的房产 以及为她所有的花费 必须限期追回 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分割 如果协商不成 我们可以走诉讼程序 法律肯定会站在你这一边 安心 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 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这些天我一直很闹悔 一直想约你出来聊一聊 柳青的事是我做错了 你是最大的受害者 对你的伤害我很抱歉 这几天我一静下来 就能想起我们之前 很多很多的过往 那时候我刚创业 我们住在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居室里 冬冷 夏热 最困难的时候为了省钱 我们连添暖气都不舍得开 你还嘴硬说不冷 为了给你买转戒 为了和你结婚 我在外面接私活 练着熬了一个月的夜 你也是傻 我当时就是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 你竟然还肯 嫁给我 你现在说这些很有什么意义呢 很多人不都是这样的 能共苦 但是不能同感 我知道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我也相信你对我也一样 我也相信你对我也一样 社会过成了这样的 我很难受 现在的日子过成这样的 都是我咎由自取 我 我 我压力真的很大 你想 我的父母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 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们说 才有就是你爸和你弟到公司里那么一闹 现在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在背后议论我 是 现在公司经营的状况还可以 但市场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我随时都可能倾家荡产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对吗 是 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 你能不能够 真的 我真的是太难了 你想怎么样 三千万 一次姓父亲 三千万 是 这些钱足够你生活得很好了 再有我们还可以成为朋友 你即便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叫我带来 前面你以为是给我追一往事 又是做苦 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给我讨价还价来的 你是花了不少心思 但是演技实在是太处理了 安心 你听我解释 你省省吧 我今天就不该来这儿 在这儿给你浪费时间 你以为我还是那个一直那么爱你 你以为我还是那个一直那么爱你 一切以你为重心的安心吗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财产分割的时候 我们没得商量 以后 以后 与离婚有关的事情 任何问题也照顾我的历史至极量 还有 我 同意协议离婚 是给你 也是给我的婚姻最后的存言的 如果还不行 我会提起诉讼 请法律给我一个国公中的判决 请法律给我一个国公中的判决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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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实在不行就回家住 千万别自己硬撑着 嗯 你都夺大的 放心吧 怎么能照顾好自己的 你爸说的话你记住了啊 我过去的 行来快乐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可是我经历过这么大数额的离婚协议 但最快签署的案例了 这么说来我前夫也不是一无是处 有可能是怕你让他净身出户啊 接下来有什么新的打算啊 等划分清楚以后再说吧 理财呢 我肯定是不想费这个心思的 到时候还需要你帮忙 我可不惦记您的财产管理权 我真的没有什么计划 一个被甩的单身女人 都该干吗呢 纠正一下 单身妇婆 单身妇婆 吃点葡萄 谢谢 谢谢 我去吧 喂 请问这是姚薇家吗 是的 你进来 进来 进来 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我嫂子带忙 这是我的竞争对手安心 你好 嫂子好 穿这个 谢谢嫂子 哎 这是怎么了 这不是我的啊 弹幕硬塞给我的 是她哥 听说她不能过度运动 就拿过来了 都是爱哦 那 给你带了不养品 谢谢 好 嫂子怎么样啊 好人呢 放心吧 晨亮不是帮我请了两周假吗 嗯 我现在就像那种被困住的野兽 你能理解我这种心情吗 好 我如愿的心情 嗯 签了吗 签了 厉害啊 要么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下 现在安心是我认识的 最富有的女性了 那得以水代酒 好好庆祝一下 漂亮 来来来来 恭喜 养我啊 我养你 带幕也挺厉害的 撒孩子吗 是吗 那嫂子是响应国家号召啊 人生赢家嘛呢 像我啊 这一个就够呛的 幸福去问你 那你呢 离婚了孩子派给你了吧 嗯 我没有孩子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就他那前夫 之前跟他说要丁克 现在好嘞 反悔了 你也太单纯了 赶紧的找一个人生一个呀 再过几年来不及了 你生孩子 哪能说找到人 就找到人生了呀 那我要是那 那我现在就娶你 感受一下 一夜上市的感觉 赶紧的 你现在财富自由了 老公可以不要 孩子不能不要 你想啊 等你老了 往床上的门一躺 各种药器管子 支撑你生命的时候 就算你身边有侄子外甥的 就算他人品再好 跟你关系再亲 那你也是对他人心无中考虑 再说了 他拔你管子拔 他不用伺候你 继承遗产 他不拔呢 这不给自己找麻烦了 那你是生生地在考验他 那我要到那时候 我都劝他把管子拔了 那不一样啊 你劝他那是你的意愿 你不劝他 那就是气气惨惨气气 之前姚薇 还考虑要不要这孩子呢 他不要我都不能同意 你别听他唬你 我这是意外怀孕 我爸都说了 要不要随我 那小嫂子坏得很